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乌吉别克斯坦的著名裁判阿斯莫夫 好了 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正式打响 主场作战的上上岗队仍然是身着 传统的红色上衣 白色短裤 阿哈迈托夫 右边路 传一个身后球 漂亮 穿脏球 很轻巧 奥斯卡这个球很轻巧 脚底拉球 转身摆脱 布里南连队是勾脚犯规 放倒了李文君 我们看四个人人强 身材最高大的是五号中后卫的图涅斯 奥斯卡 插着边网 再给他进去里 好球 很困难的情况之下 阿诺托威奇还是能摆脱出空间来打这一脚 中锋 这叫什么背身蚁人 转身射门 中锋的标准动作 好的 右边路 小一个对方是身后 再给10号霍尔克 形成一对一 但是到进去里面 我们看 一下子进攻停了下来 好球 投球顶在对方身上 再送到门前 结果奥斯卡的射门是被对方补门的后卫挡住了 还是溜底线 能下底船中 最有威胁 而且这次呢 霍尔克很聪明 不仅溜底线了 而且是在近距离 大进区里边溜底线 那我们看 转顶 还是自己来 于海这个位置啊 这一会儿三次了 都白跑 都白跑 而且机会 他跑的机会都是很好的 进攻东啊 就这三个人 传到远堆 很好的机会 阿闹突围奇 不等皮球落地 凌空抽射 球大偏了 华尔克往中间走 打 稍稍高了一点 还这样打 还是打进脚 跟上场的选择线路是一样的 香港队队的反击 这一次投入了五个人 给阿闹 好的 倒进前面 第一下露过来 哎 这个机会啊 本来是给阿闹突围奇的 但是他停球也停漏了 阿闹突围奇 再给进去前脸 脚跟一颗 很好的机会 好球 哎 两个新上来的人 立马左右连线就得分了 陈彬彬的 左路的船中 右边路 新上场的李胜龙 跟进之后的电射破门 陈彬彬彬的 左路的船中 右边路 新上场的李胜龙 跟进之后的电射破门 再传回右路 好的 看这条 哎 但是我们看 华尔克 和对方中卫拼身体 把球抢下来 自己带着进去里面 还要往中间走 强行起跳射门 四打三的反击 华尔克 奥斯卡 再传到门前 漂亮 按照图维奇 电射破门 2比0 上亭补食当中 下一上港队还是依靠着反击 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之下 按照图维奇取得破门 这样 这场比赛 胜负的悬念 终于是落定了 华尔克携传 又有反击的机会 奥斯卡一路带着对方进去里面 点球 点球 华尔克来 主发这个点球 打球门的右上角 球进 将比分被锁定为3比0 这是华尔克来到上海上港队之后 在亚洲赛场上打进的第19例进球 未经许其他点击分开 厨为3比2 引荡的对方 因为亚洲赛能够分开 天然能够解通吗 4比4章 必须分开 模型的准备 2比5可更高 没用 4比4 am4比4达地的奥助 虾尔克承